GTC 昨天大概已經提了一些重要概面 所以我們現在才直接問這兩個問題 來 昨天有兩個想一想 動作快點來 第一個 均勻帶電停在周圍產生電廠 那麼它在不影響導體所的電荷分數情況之下 好 如果我們現在把球外點點電荷的電量增加為原來兩倍 則點電荷在電廠中 它的電位是否增加為兩倍 還有它的點電荷所在位置的電位是否增加為兩倍 請問他題目這樣 大家讓我們寫一寫 來 你看得懂他什麼意思嗎 好 現在心不在煙 好 稍微搞不好來記錄他到底在問什麼 一個導體球 來 第一題 導體球周圍是不是就會有一些電荷 好 周圍有一些電荷 那我們知道應該大概是長這樣子 不管他 毛長這樣子 好 如果現在把球外一個點電荷 來 球外這邊隨便放一個點電荷在這邊 然後他說增加為兩倍 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Q跟這個導體球如果是Q 來 他們之間是不是會有電位能 這個題目其實很簡單一個概念 這個Q就是所謂的檢驗電荷 檢驗電荷 那我們把檢驗電荷變兩倍 來 你們告訴我電位能會不會跟著變兩倍 所以你忘記了電位能會不會跟著變兩倍 再來 電位點電到所在位這一點的電位會不會變兩倍 你要忘記了 來 電位能是兩個之間的還是一個 一個就會產的電位能 兩個才會知道電位能 這兩個電位能請問一下來電位能 他們兩個之間電位能跟他的電荷有關係 所以來他變兩倍電位能 兩倍 那請問一下電位跟這個檢驗電荷有關係 電位跟電場一樣 跟他的這個檢驗電荷電量是無關 所以 來 所以 來 電位能是否真偉兩倍 是 來 那Q呢 紗紗在位電位是否增加兩倍 他說會不會增加兩倍 不會 他跟檢驗電荷無關嘛 所以來 這個沒有喔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來 這是我們上面才跟大家講的 一個均勻帶電量Q的導體球 如果半徑是R 來 取球殼表面電位為零點 得據球心R的電位是多少 來 我問你們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隨便任意的選 某一點的電位為零 任意點電位可不可以選為零 可不可以任意選 當然可以 我們講過電位是相對的嘛 那只是我們平常都直接取哪裡 五種元 好 那我們上面那邊齁 你自己看課門如果忘記了就講一下 好 來 如果我們平常還記得嗎 來 表面電位是多少 來 昨天來講 最後講的 來 表面電位多少 大 但是可以Q 內部呢 不要告訴我是零齁 來 內部電位跟表面電位 一樣 好 來 這些通通都一樣 所以來 這個就是R分之什麼 KQ 那如果在外面一點R的地方 應該是把相當於把電荷放到球心 是不是就R分之KQ 好 這個其實是變無窮遠的時候為零 於是就會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那這個告訴你 我現在把哪邊改為零呢 那把表面意思就是這一項變成零 這一項變成零 我相信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來 請問一下這一項變成零 來 這一點呢電位應該怎麼辦 因為這一項之所以是你 就是它是不是就是要解掉大R分之KQ 那大家就是一起平移嘛 知道嗎 一起平移齁 所以都是全部都一樣的減 所以來這邊 來這邊其實是減掉R分之KQ才會變成零 所以來這邊就是R分之KQ 減掉到R分之KQ 所以如果問你說那無窮遠會變多少 來 無窮遠就會變成負R分之KQ 無窮遠的電位就會變成負R分之KQ 好 這是課本兩題 好 那個 這是公與能的詳解 我先紙本先給小老師看 先公佈 先公佈 然後電子檔 我讓這來傳給小老師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回到這位 來 那個學資範例有沒有問題 好 那17頁 我已經說了齁 你就是要負責問 你如果覺得是回家 你只能安排20分鐘做 那你就20分鐘去吃早看賣 然後覺得有問題 那就會 好 17頁 第一題有沒有問題 17頁 你們都發覺有點可怕 從這裡開始到後面全部都是64 那其實因為後面還有很多中和的題目 還有的題目很長 然後再來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還不確定 我們那個以前高三 這一學期的題目 好 我們通常就是第六章 再加學測範圍 讓你們的話會比較開心吧 不用全部考第六章 如果全考第六章 全部啊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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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至於要三七還是四六還是五五 不要五五 不要五五 七頁是第六章經典啊 那我還有 我還有 然後我們在這個 確認之後 確認之後 所以再跟同學講 好 來 第一題沒問題 第一題OK齁 第二題 請問第二題我昨天有沒有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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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講 有 有吧 所以覺得說你講 跟這邊有種不一樣嗎 好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到底哪裡不一樣 到底哪裡不一樣 好 我們只是我看一下 好 再次變化了兩個夾乙 假以例子 質量分別是 M1 M2 變化分別 Q1 Q2 好 放在X軸上面 所以來 現在放在X軸上面 來這兩個變化 對不對 來 Q1 Q2 好 距離是第一 現在從尋到這兩個 鏡子盒 由鏡子釋放 那因為它是帶正變化 所以來 他們會互相排斥 好 於是最後 請問一下 這兩個例子應該最後去到哪裡 所以 理論上來告訴我 藍夫加排斥最後 理論上又去哪裡 無窮遠 所以Q1 Q2 理論上去到無窮遠 好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那問你 以例子最後的速度 好 我們講過來 這速度如果叫V1 這個速度叫V2 但是我昨天 我現在已經直接要講 來 以後 我不要再去假設V1 V2 因為那是計算上面 比較麻煩 來 老師昨天說 假設什麼 是動量 好 來 他們兩個動量大小會相同 方向會相反 所以我就假設來 這個M1 V1大小 等於M2 V2等於P 這個已經把動量手能用掉了 然後我們還要再理由 來 兩個在釋放前釋放後 來 什麼東西一樣 來 先告訴我 來 這裡要用什麼來做 地學人手痕 好 地學人手痕 所以來 K1再加U1 等於K2再加U2 我們慢慢去寫 來 圖一下出動能多少 多少 0 好 出位能 會寫嗎 Q1 Q2相距低 所以來 第二位能功是什麼 有沒有評嗎 有沒有評嗎 U有沒有評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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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覆習一下 A5等於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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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錯 來 兩個電荷之間的電力很少 蛤 Q1 這是定義 我說兩個電荷之間的電力很少 這是定義 我說兩個電荷之間的電力很少 KQQ 好 那電腸呢 一個電腸講的是電腸 來 把小Q拿掉 剩下R平方 電位就剩下什麼 R分之KQ 我昨天不是講嗎 一路就一直把東西一直拿掉 對不對 那這兩個一定是KQQ 因為力量要兩個之間才有力量 能量要兩個之間才有什麼 能量 所以兩個就是KQQ 那庫能力是R平方 Q1反比力 那這個的話稍微計量就是R 那這個的話 一個電腸周圍就會產生什麼 電腸 不需要兩個電腸 所以一個Q1 那指定一個是R平方 一個少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一下 來 這邊一開始 這邊是Q1 這邊是Q2 這邊是B 所以來就是第一分之 KQ1Q5 再問一遍 來這邊如果Q1Q2有正負要不要帶 能量 能量 來有正負要不要帶 有 但他都是正負責 所以直接這樣 好 動能 請問他後來去到無雄遠座 動能有幾個 2個 而且昨天跟你講了 不要用二分之間P平方 對不對 用什麼 不是這樣 來應該是 用什麼 P平方除以2N1 再加P平方除以2N2 好 去到無雄遠的位能是 0 這個比我昨天寫的還要簡單 那自己整理可以嗎 來 這兩個通分相加應該還好 這兩個通分相加稍微整理一下 P就等於根號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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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不知道 我不寫囉 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講 來 這樣的計算會變得相對簡單 然後你產生P之後來告訴我 來 移的速度 V2就直接怎麼辦就好了 對 P除以2N2 好 這是第二期 當然計算過程會碰到一點這個 比較麻煩 因為符號這麼多嘛 那寫的時候要小心 好 接下來D 好 接下來D 快一點 第三題有沒有問題 哈囉 第三有沒有 我問我就不講囉 第三 第四 好 我們看第四 來 差藥以求P點的電位是多少 那我們有講過來這邊看有幾個電荷 是不是就把它算一算 好 來看一下 來這邊有個Q 來請問一下來這兩個距離是多少 來 R-N 好 這裡有個負荷Q 來這個距離是 R 來這裡有一個Q 來這個距離是 R 再加什麼 A 所以對我來講來第一個 其實一般來講算第一個P點的電位 其實可能還好 好 我再講一下 我們剛剛講電位的計算公式是R分之 KQ 來要不要包含正負 電量Q 要 所以來第一個那個Q的就是 KQ 來 R-A 第二個是 K-2Q 再來 R R就是R分之 來這邊是R 好 再來是 KQ KQ R加A 那這邊其實是通分而已 來這邊就是通分 所以通分之後結果來就去我被我問不寫 好 2KQA平方 這邊只是把這三個通分一下 這裡真正的問題不在這邊 應該在第二題 你知道有些人知道第二題的問題 就是R遠大於大於A 有一些人困擾 R遠大於大於A 那答案到底是多少 你如果看這個式子 來好了嗎 你如果看這個式子的話 來請問一下R遠大於大於A 來這項什麼 這個A 是不是就你可能會忽略掉 所以這項是什麼 R分之KQ 好這項就是這個沒問題 來這項A是不是有哪樣是R分之KQ 如果這樣的話請問答案是什麼 R分之KQ R分之KQ 是不是變成是0 所以你如果從這邊 好你把這個三六三三這樣 好你會發現在這種情況之下 來這邊變成0 可是你如果從這邊來看 來從這邊來看 來到高中R遠大於大A的時候 來這項是不是就不見了 啊我跟你講 那這個A這可不可以拿掉 這拿掉我們就是0 請問一下我們平常相承 你這是相減 成的可以拿掉嗎 不行啦 這個是要比 有比這個才可以拿掉 就這兩個一比來 這是不是小很多 所以來這個拿掉 所以來這個時候 你拿掉來這個答案就變成 好 好三方 來這個答案就會變成 好三方 就是A項方解4A0 來這邊是2 KQ用AP是吧 好 我想問 不用急喔 我幫他討論喔 請問一下答案最右上是哪一個 你會說兩個都沒錯啊 你會說兩個都沒錯啊 哈囉 來照看起來 從這邊算出來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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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為什麼是這樣 來答案到底是0還是右邊這個 哪一個 哪一個 為什麼這個 你應該已經猜出來 剛剛這個是忽略什麼 這個其實是忽略A對不對 第二項是忽略什麼 A平方 哪一個比較準 因為來聊到A很小嘛 那A平方一個小 所以這個其實是忽略平方向 所以這個應該是比較準一些些 好我跟你講齁 在這數學上 這個叫做最低級的近似 最低級 這個是比較高一級的 就是二級近似 懂嗎 你們以前都是這種最低級的 好啊現在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高三了 稍微高級一點 OK 上場我排不到最高級 來這個我舉個例子 你就知道怎麼一回事了 來請問一下 來我們之前在做近似的時候 還記得 1加2s的平方 在x元小於小於1的時候 來評測這幾次幾次多少 這不會吧 我們在做單似之後 來想要講這些 1加2s的平方 來看看 1加2s喔 等一下你們這不記得啊 等一下知不知道 來是不是就1加2s 好但是你知道嗎 1加2s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你知道想 x元小於1 你直接從這邊來看 如果x很小 x很小 x很小 把它忽略掉 那這雜跡是多少 1 就是1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寫到這邊 來 因為我要舉這個簡單例子 讓你知道 因為理論上這個東西 你如果把它乘待是1加2x 再加什麼 x平方 那你現在寫成這樣子 就是暗示來 你忽略的叫做什麼 平方向 所以這個叫做最B級的近似 因為你連x都忽略掉 那這個就是再高一級 就是忽略到這邊 來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其實是它的一個差異 所以以後不要再一開始這樣 就把它這個 這個 這個 一般來講 我們到高三這邊 忽略掉平方向 因為那人家是要問你說 它有直 它來到很遠地方 可能是接近領 沒有錯 因為大家知道 A平方很小的話 這個暗示它可能是接近領 但是人家很想知道 它雖然接近領 但是它還是有值 那個值應該是多少 好 來第五題有沒有問題 哈囉來請問第五題有沒有 好我們看第五題 我說你不要不做又不問 那這樣子你就完全都 就學不到任何東西 來一個電量Q 一個負Q的點電荷相距低 在電位是零跟且跟兩個點間 它距離均為低的地方 電場強度是多少 這裡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電位為零 好我先問同學一下 來如果說這是Q 來這是負Q 它們距離是低 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 來它們電位是零地方在哪裡 電位是零地方在哪裡 電位是零就是暗四 來電位是R分之什麼 KQ 那這個東西它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是正電荷 來周圍產生的是不是就是正電位 正負電荷周圍產生的是什麼 負電位 所以也就是說 來它產生的是這個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 那兩個的Q又是一樣 一個正Q一個負Q 所以只要什麼東西一樣就可以了 Q一定是一樣 所以就是R 好要跟兩點來距離是R 來這個就是哪裡 中垂線 哈囉是不是 所以這裡你先不管它題目是什麼 來結實 整條中垂線V都是0 整條中垂線V都是0 好去接下來它要去 兩個點電荷次D 那同學應該知道 來這帳子有幾點 要在這條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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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跟兩個點電荷居尾 第一來圖 應該有幾點 是不是兩點 上下兩點 好 上下兩點 而且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應該算一點就好 所以你看這一題 來這一題 又要再算電荷 要算電荷 來請問一下 這就是說 來這裡也是D 來這裡也是D 好 所以我們又要再幫大家 複習電荷 反正這邊 大家這個沒怎麼讀吧 我們美捷克美捷哥 一直幫你做複習就對了 好 請問一下 算電荷要怎麼辦 來 剛剛才寫過 來電荷在點電荷的公司是什麼 哈囉 好 平方分是什麼 KQ 好 那請問一下Q 要不要帶證物 不要 那但是這個在這邊 有沒有產生的方向 電荷有沒有方向 哈囉 電荷有沒有方向 有 來正正電荷在這邊產生下 有 來正正電荷在這邊產生下 是不是指出 這個在這邊產生 副電荷產生 指入 所以 來 所以 這邊產真指出 就是D平方分之 KQ 這邊產真指入 好 產生指入 就是B平方分之 就是KQ 好 這一寫完 同學應該知道 來 他們的上下 會被怎樣 底下 只剩下 向右 好 向右 這個又是三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是60度 所以來 我們應該可以寫出來 來 Y方向的變長是0 X方向的變長 就是KQ 數以D平方乘以cos60度 再數0 2 所以它數字 其實沒有為難以 這個 這兩個講話就是 對答案來 就比那個Q老師寫錯 它是小Q 來 它是小Q 好 來 都是小Q 所以 就是D平方分之KQ 那個同學 我在改 那個考卷的時候 也常常看到同學 那符號 都沒有出力 那絕對不行 人家題目如果說是大M 你不要去寫小A 那如果人家是大L 你會寫L 對不對 那這邊大Q小 就是要把它弄清楚 看題目什麼 就要給什麼 知道嗎 歐號理論上就是全錯啊 因為我就沒有這個符號 你用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只是我們有時候會通融 跟人扣一分 可是實際上 這個應該是錯很好 好 來 這題到這邊OK嗎 來 前面還有沒有問題 好來 第六有沒有 好 我們看第六 好 很多人第六 是不是都叫一個答案 好 我們來看看一下 來 相距R的兩個電荷 電量分別是正Q 還有負4Q 我們看這邊 來這邊如果正Q 這邊是負4Q 在兩個電荷的連線上 電荷是0的點 跟電位是0的點 還相距多少 好 有沒有同學記得 我其實這電荷是0的點 我們之前做過 電荷是0的點 來如果我把分單區 1 2 3 你記得嗎 來自哪一區可以 1 1 因為 來忘記的東西 你看這邊 我講過 第一件字 你來正Q在這邊 產生的電荷是 向左 負Q在這邊產生 向右 所以是不可能的 這邊的話 這兩個產生都向右 所以不可能 這個的話也是相反 是可能 可是為什麼最後答案1 因為這邊是Q 4Q 所以應該要離這個 比較怎樣 近 而且應該已經知道了 不止離它比較近 所以我們如果 來1是等於R 平方分是KQ 然後他們的電量比是1比4 所以來從他們兩個距離比 該多少 哈囉 我們直接用到姊妹 來距離比再幾比比 4比2 喂 是不是 所以來 這一點在這裡 這一點在這裡 好 這個 比這個 應該是1比2 對不對 好 那這一個段是 好 來 勞設主張畫得非常不精準 所以來 現在特別告訴我 來 這一點就是1是0的地方 來 剛好在正Q左邊多少 這不用算了啦 我們剛不是講嗎 來 這是1比2 那這是R 所以這在哪裡是什麼 R 所以 第一個 電場是0的點 來 電場是0的點 在Q左邊 好 好 好 第二個 來這邊正Q 這邊負次Q 電位是0的點 來電位是R 分支KQ 那個我們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大家 其實老師這邊有一點像定座標 就是把那個說在Q左邊 就是以Q為A為A這個來計算 好 現在如果是電位是0 那電位是0的話 好 注意一下 我先 我們先不管他 來這邊這三區 請問一下哪一區可能 這一個 不像剛剛電場 我們剛剛講電場來 163區 哪一區根本就不可能 剛剛忘了講來電場 電場是0 哪一區不可能 中間嘛 因為中間這兩個產生電場 方向是不是一樣 可是電位呢 電位也沒有這種問題 電位都可能 我所謂都啦 因為他產生電位一定什麼值 正 他產生電位一定 所以只要兩個值一樣 是不是就已經底下 但是你們要知道 他們兩個只要一樣 來他們兩個只要一樣 那個Q是1比4 所以距離就應該是1比4 距離1比4 來你們知道嗎 來1比4的話 來哪邊 可以 來左邊 可不可以 可以喔來看 左邊 1比4 還有哪裡 中間 1比4 4 這邊可不可能 不可能 這邊不可能 這邊是1 然後這段是什麼 4 來懂意思吧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樣2是把它比較簡化一點寫法 所以在這邊 有可能來V40的點 來這邊 有可能來這段是1 1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來 這樣吧 來 這我們用心算就好 先看這裡 來這邊1比4 然後這段是 所以這段應該多少 3分之 OK 所以這邊1比4 所以這段是3 所以3分之 啊 好 或者 或者是怎樣 來或者就是 在這邊有一段 1 1 1比4 哈囉 來先看 來如果是這一點 來這個1比4 然後這段又少 所以來這段又多少 6分之 啊 但他是在Q的右邊 好 所以算距離是要算這兩個距離 就是這兩個距離 啊兩個都在Q的左邊 所以來他們距離3分之2R 啊那個一個是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一個是R 然後一個是5分之2 所以來加強是5分之6R 沒有沒有老實寫 這個這個就是你用簡單的判斷 先用那個R平方跟Q成正比這件事情 然後找他們幾 這個名 然後畫 用畫的方式會比較清楚的細節 來這是第六題 好了嗎 請問第七題有沒有問題 好來第七題 圓環 我們昨天應該有講過圓環 好我可以看喔 好 來再複習一下 你看這些題目你都會發現 他都把電廠電位混在一起問 對不對 好來我先問一下 來昨天有跟你們講過 來如果說這個帶了Q就是R 來環心的電位是多少 就是R分之什麼 KQ 記不記得 好 那如果是軸上這一點 來這距離是A的話 來軸上這一點的電位是多少 好 這時候要的不是這個A的距離 是要這段距離 所以來一樣是KQ除以什麼 更號A平方再加R平方 好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他要求 他告訴你什麼呢 他說有兩個帶電圓環 A跟B A帶的電量是正Q B帶的電量是負Q 環的概念都是好 兩環距離是更號3 來求A環中心出電位 好第一個 我要求A環中心出的電位 然後A環在這邊 同學應該知道 我現在有兩個東西 我要求這點電位 所以其實是把A環在這邊的貢獻 加上B環是不是在這邊的貢獻 好 所以第一個 他的貢獻電位 就是A環的貢獻 再加B環的貢獻 那這就跟昨天講的一模一樣 來請問一下A的話 就是問他環心 來A和環心說好 來這邊是Q這邊是R 所以來是什麼 R分之KQ 好 B環稍微麻煩一點點 蛋也還好 他數字他幫你湊好了 來這也是根號3R 這也是R 所以來B環跟環心的距離是多少 2R 好再講一次 來這邊就是2R分之K 來 來這個正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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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電腸的話還是也是一樣 A環在環心產生電腦跟B環在環心產生電腦 電腸雖然麻煩但他也有簡單的地方 可不可以告訴我 A環在他的環心產生電腦當然是0 A環在他的環心產生電腦就是0 好B環的話怎麼辦 就我們就是跟你講來向量麻煩的地方就在這邊 來B環的話就是這邊喔來看 來這個是附件二 來他在這個環產生的電腦是指 來每一個產生是不是都指路 所以來注意一下 來在這個環心產生的所有都是這樣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好這樣畫出來大家就知道還是這樣整個椎狀向下 所以來哪一個方向電腦就是0 是不是水磷面 水磷面就會互相抵消 所以來這邊產生的是像這邊 這邊產生的也是像這邊對不對 好所以來這個EB你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 一個是EBX40 一個就是EBY EBY的話來這個是30度 好來這個環這邊這個是30度 好所以直接等於 來他們距離是2R 所以是2R的平方分之KQ 可以再問一遍 這個Q負號要不要再進去 不要齁 不用改 方向自己寫 來在這邊這個方向大家方向講一下 EBY 喔對不起老師漏掉什麼 來漏掉是不要cos OK嗎 好請問這七零你還沒有要問的 沒有我就要去 歡迎分享一個 字幕將會按右邊 讓我來閉嘴 請你乾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